台东市公所10号上午举办了模范母亲表扬大会 向每一位辛苦的母亲们至上最深的感谢 许多妈妈在家人陪同之下前来参加 整个现场气氛温馨又感人 各个笑容满面 精心打扮 73位模范母亲在家人的陪伴下 上台接受市长张国舟的祝福 在幼儿园小朋友欢乐的舞蹈表演下 模范母亲表扬大会正式展开 母亲节不但是感谢妈妈的日子 也应该感谢所有在家庭中扮演妈妈角色的人 市长张国舟特别以游子盈一师 到处母亲为家庭无私奉献的伟大 并以最诚挚的心情 献上对妈妈们的祝福 临此中写道 大家都知道一种一手一手的知迹 知母从左中间由此事弹一 临起命屁服 一口是之规 随远振导心 抱和三个位 今天就要闪述母亲的伟大 以及为人 为人子女人要及时的行销 其实我妈妈还是把我班牌子来看待 这个就是年轻 刚刚市长也提到 不管多少岁 妈妈永远是妈妈 永远把你的小孩不断的关心你 张市长后面也有一位模范妈妈 非常的辛苦我们淑玲姐 一路二十几年来在幕后这个推手 无怨无悔 我们也希望十五英姐在今年的母亲节能够平平安安 年底一起能够跟市长接受辛苦的接受的成果 来自73个各行各业家庭的模范母亲们 为了家庭工作子女奉献青春 台东市公所透过表扬活动 感谢妈妈们的辛劳 并祝福全天下的妈妈们 母亲节快乐 记得潘君伟台东市报导